大家好,我是梁宇景 我是下宮中菜的行政總廚 歡迎來到我們Shanggill at home series 的系列 我今日又是介紹一個養生的菜式 這個就是甘草乾薑大草蒸雞 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有甘草、乾薑、大草、北菇和一些雞件 這個做法都相當簡單 其實是要將那些雞 就要加入調味料 拌勻 接著我們將它平排放在一隻平的碟上 因為如果那些雞不是平排 如果搭住了就會比較難熟 我們現在先加入調味料 雞粉 少許糖 蠔油 少許生抽 還有老抽 最後我們會加一些紹興酒 先將調味料拌勻 最後我們才會加一些生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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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就加生粉 要將它入味十分鐘 我們現在就把雞件鋪平放在一隻碟上 鋪平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其他的藥材和材料都可以平均放在雞的面上 我們這些大組就要先起核 還有將它開熱 現在我們可以拿出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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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拿出來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菜式 再 corner 你知道嗎 下次再看 咪吧 你們回來